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Miss Lea 今天為大家介紹另一本歐公仔的書 就是這一本 這一本全都是小狗 適合今年九年 一起看看書中有什麼公仔 除了書面的 你看看內容頁 大部份小狗有個環 這是蔬菜 水果 日本人很流行 勾一些東西出來 做洗衣服的布 有特定的棉 用來勾這些物品 這樣 就可以做到清潔的效果 當然 這麼漂亮 怎麼寫得會用呢 這是不同文化的 底下所做的東西 當然有些不是洗碗的 有些是擺設的 小型的公仔 有些是跟狗仔 或者貓仔玩的 狗爪的東西 再仔細一點 看看裡面放大了的圖 你看到 那些狗仔 真的很可愛 連我都不捨得 用來洗碗 但它是真的用來做清潔用的 如果不捨得 用來做清潔的話 用來做擺設 或者吊飾也不錯 你看看 真的很浪費心機 才可以做到一塊 小狗仔 還有一隻鴨仔 有鴨仔 陪著小狗仔玩 還有一些狗骨頭 是不是很有趣呢 其實呢 我也跟著本書 做了好幾個 等一下可以給大家看看 這隻白色 我做了兩次 有大馬有細馬 是用不同粗幼的線 來做出來的效果 就會不同 如果做釣飾 相細一點 就用有一點的線 嘩 真的 這些呢 就是跟小動物一起玩的 滿意了 這些迷你狗 真是 超級迷你 你看看 放一個鍵盤 這些真是 迷你到你隨時都可以帶出街的狗仔 這些還可以掛在書包裡 這本書當然是日文書 但它的圖片 亦是用國際供應的圖畫來做的 所以 其實 不需要擔心橫色的 因為符號代表什麼呢 其實是在書的後面 已經講解了 再有一些特別的 可能真的用文字 才能解釋得到的話 大家都會用Google Translate 其實這些複雜的珍寶 都用這個 勾公仔的時候 已經比較少用了 但它也很詳細地解釋 即是一本不錯的書 連逢 怎樣做法 它也有買 好了 接著 就介紹一下 我勾了 跟著這本書勾了的 這本書中間的 我用了一些變色的圖畫來做 做了這隻小狗 也挺像的 接著 還有這隻 這隻狗 就是這本書角落透的一隻 是不是都很像樣子呢 其實我覺得這本書的圖畫很好 不錯的 這個可以做釣飾 接著 這隻小狗 我也用了一些花欄 會變成 跟這本書的小狗 有一點點不同 它的舌頭突出來 真的很有趣 接著這隻 藍色眼睛的小狗 看到嗎 就是這隻 是否也是很像 這隻小狗 中間是穿洞的 每個圖畫都不同 這些是合起來的 有個釣飾 好像這隻 是下面穿洞的 接著 還有另一隻 這隻 我沒有做過釣飾 但我也是跟著它做的 而這隻 我的做法 就是跟著這隻 上面這隻 但這本書有兩種色 有白色和書面的色 我這隻有少許改了 沒有改過的圖案 但改了在裡面 我加入了棉 這樣就可以做針包 好了 最後一隻 我勾了的 就是這隻 這隻小狗 其實是中間最上的 這隻小狗 有兩種 有一種 有黑眼圈 我做了沒有黑眼圈 而我勾耳朵 這隻小狗 就忘記了耳朵的 同色 所以你看到有些分別 我的鼻子 也做大了一點 這隻小狗 在下面 穿洞洞的 有些小狗 會用來做 玩偶 大家可以講故事 這次我的介紹就是這麼多 看看你對這本書 有沒有興趣 如果想買的 也可以聯絡我 這本書的價格 也不超過200元 一本有很多圖案 令到你覺得很獨特的 一本歐公仔書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請你按LIKE 我這次的介紹就是這麼多 拜拜